內地一名女子過年期間出門辦事 但房間門鎖因為日久失修而無法上鎖 沒想到被鄰居年約10歲的兒子擅自闖入 更將其價值共約5,000元人民幣 用在工作的化妝品全部摘毀 女子一怒之下與孩子的父母理論 沒想到對方竟然萬不講理不願賠償 令她隱無可忍決定出絕招 當場拿起鄰居家中物品狠窄 令對方急急轉軚 主動提出賠償2,500元人民幣了事 事後女子直言自己介意的並非化妝品的價值 而是鄰居處理事件的態度 以及對孩子的教育 不少網民看過片段都直呼痛快 認為父母有責任教育孩子 在子內出錯後亦要承擔責任 不過都有網民質疑片段為擺拍